继续讲一下开发注册功能 所谓开发注册功能就是开发注册接口 因为在上一节那个注册和登录页面都已经好了 页面出来之后我们肯定是要把那个 比如点击注册的时候这个接口给它做出来 然后把这个注册功能真正的去完善起来 好我们先看注册再看登录 注册呢因为先有注册之后才能有登录 对吧这是一个比较连接的一个过程 所以也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讲 好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技术方案 这块我们回顾什么呢 就是回顾我们那个架构设计图 然后我们每开发一个功能 我们都会去把这个技术方案给它回顾一下 我们能做到就是到最后你都看烦了 这个架构设计图你都看烦了 基本上你也就理解了 然后开发注册的接口 就是把这个接口给做出来 当然我们之前在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前两节的那个内容注册页面 它需要两个接口对吧 一个接口就是注册 第二个接口就是那个用户名事故存在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要开发这两个接口 第三个呢就是密码加密和用户信息验证 密码加密呢 就是我们注册完用户之后 然后这个用户名的密码 用户注册这个密码 我们不能名文存到数据库里面 所谓名文就是它写的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你写了123就存123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得把那个密码加密一下存储 加密一下存储的好处 就是说我们如果一旦 就是万一 就是你的数据库被预克攻击了 然后它会有了用户信息 其中的用户名和密码 就是特别是密码 是用户最机密的一个信息 对吧 就是用户安全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因为很多网站 很多用户 它在这个网站和那个网站 或者第三个网站 用的密码都是一样的 对吧 像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很多网站 我的密码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一旦被黑客攻击的话 那导致的 或许的这个密码 大家那个黑客 就会用于其他的 那个地方的攻击 所以说这是一个 对用户急不负责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把那个密码加密一下 在前两年 前应该是几年之前吧 那个就是我们程序员 天天访问的 经常访问的一个论坛网站 曾经被黑客攻击过 然后几千万的用户的 名文密码 就这样就是了 这个事情在 当时在网上闹得 还是很火的 然后用户信息验证 这个呢 我们现在简单说一下 到时候再说 就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包括后面 我们在创建微博的时候 所有的像我们的后台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插入信息的地方 我们都要加一个 叫做信息验证的一个东西 所谓的信息验证 它其实就是一个格式验证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名 是不是符合 225个字符之内 是不是符合这个 字母和数字组合 等等这些 我们可以加一些要求 对吧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 前台输入到后端 输入到所有端的数据 是合法的 就是我们在第一层 做一次过滤 如果不合法 我们就给它返回 一定的这个信息 所以说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这些东西可以在前端做 对吧 前端做完之后 后端就可以获取就行了 但是我们在开发 那个服务端的时候 我觉得之前 受过一个开玩笑似的 一个宗旨 就是不要相信前端 前端自己做自己的验证 我们后端做自己 做后端的验证 这两个根本就相互不干涉 也相互不干扰 对吧 各自做各自 这样双层保证安全 这样是最好的方式 不要轻信前端做好了 然后你现在就不做了 万一前端那个地方 没做忘了做了 或者出问题了 那你后端不就是 跟着遭殃了吗 对吧 OK 我们继续看 这个图呢 大家一定不冒生了 对吧 至少不冒生的 不冒生了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然后我们现在就拿着我们 注册 以及获取用户名 事物存在 这个功能 我们就在这儿看一下 我们这个每层 到底是表示什么 对吧 然后我们大家看 这个地方 通过EGS毛板访问页面 这个我们上节 已经讲过了 对吧 包括这个路由 路由我们写在这个view里面 对吧 大家如果讲到这儿 还不清楚的话 转紧时间去翻看 前两节的那个视频 就是通过view 注册一个路由 然后通过EGS毛板 渲染出页面 注册和登录这两个页面 对吧 已经有了 然后这个页面 它会点击注册 点击登录的时候 它会发一个API请求 对吧 API请求 我们是通过 也是最先到达路由层 然后路由层 它是通过这个API 这一块去生成的 这个我们会做 然后这儿会有个校验 这个校验 其实就是我们 上一节刚说的 那个用户信息校验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 这个我们做完登录之后 这个校验 还会包含这个 登录的功能的校验 所以说 将来这个校验 将会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有可能是这个 信息格式的校验 第二部分 可能是这个 是不是登录的一个验证 这是路由层的工作 然后路由层工作完之后 就到这个controller层 controller层 它就是做一些 要务逻辑的处理 比如说 用户名是我存在 这块没有太强的逻辑 然后比如说注册这块 注册这块 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强的逻辑 我们也在后面 可能会加一些 比如说注册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 如果有用户关系的话 我们可能会出处 一些用户关系 就是在这块来做 就要务逻辑的这层来做 然后还有一个叫返回格式 就是我们路由里面 路由里面接收路由的信息 然后至于路由返回什么 至于路由返回什么 是由controller这层决定的 它会统一一个返回格式 给这个路由层 然后路由直接自己去返回 这个返回格式 也是我们本节开始 要讲的一个 就是后续还会一直用的 一个重点的东西 这个返回统一的格式 也是我们最后总结 就是我们课程最后总结 弄的结架实践的时候 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说这个就让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登录注册 涉及到开始层 就是登录注册 涉及不到缓存 但是我们如果在做登录的时候 它会涉及到Redis 就是我们在登录 在做路由这一层 在做登录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 session 信息 放在Redis里面去 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再说 然后 service 层 就是和数据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注册 数据处理的注册 注册我们肯定就是 创建用户 然后它就判断用户 是否存在 我们就是查询用户 包括登录也是查询用户 就是只不过条件不一样而已 然后这个我们会 一边请到代码 一边去说这个事情 格式化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获取用户信息的时候 格式化一般是说 我们再去返回一个用户信息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的用户的这个picture 就是用户的头像 有可能是个空 所以说用户的头像是个空 那我们肯定得 不能让它为空 对吧 我们肯定得做一层处理 就是这层处理呢 就在数据上来做 因为它是数据的一部分 它和用逻辑没关系 它是数据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得把一些 该格式化的东西 格式化一下 包括我们在做 后面在做微博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会涉及到格式化的东西 比如说时间要格式化一下 比如内容要格式化一下 等等这些 它都是数据处理的一部分 就service的一部分 再往线呢 就是这个 我们做的这个模型定义 当然数据处理嘛 你肯定得需要模型定义 然后它最后封章 操作了这个mycycle中来 这就是整个一条线 然后我们就 我们现在呢 是用语言 用语言加这个图形 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给通讲一遍 然后我们可以先这么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先去写代码 对吧 写完代码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去把这个图再回顾一遍 我们争取就是 把这个图一遍一遍的看 直到把这个图看明白为止 OK 下发注册接口 好 这儿呢 我们看一下 再重新来个电码 给这个data看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加过的 还没有TL代码 就是我们在 做用户那个模型的那个创建 以及那页面和路由 就是页面的层的渲染的时候 才没提到代码 所以说我们最后会有块TL 以及我们这个分支 叫future login 这个分支 注意哈 OK 然后再次重新一下 每次打开一个新的空谈 你都需要看一下 ready server是不是启动 这儿检查一下 ready server已经是不是启动 我这儿已经启动了 然后再检查一下 东西的版本 是不是大于8.0 然后检查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操作 这个地方大家先不用管 这是我写在这儿 接下来要用的东西 大家先不用管它 我们想到之后再说 OK 那我们先看第一层吧 就是我们可以一边讲着 一边照着这个图来说 就是模板已经渲染完之后 我们肯定是API 对吧 API我们先把路由给建下来 你再简单看一下 我们这个注册页面 这个需要两个路由 第一个路由就是判断 用户名是否存在 对吧 第二个路由呢 就是真正的一个 去交用注册 判断用户名是否存在的时候 要传一个Utername 就是把Utername传过去 看看是不是存在 然后呢 交用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是传一个Utername Password和Dinner 就是那个竞笔 OK 全部都是用 就是2.4.post 都是通过post 接下来传的 所以说我们根据 我们前段的这个要求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路由给做起来 路由呢 我们是放在这个API下面的 Ruth API下面的 然后我们又建一个 Router 不叫Router 叫Uter Yes OK 这就是我们的路由 对吧 Description Uter API路由 作者呢 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好 肯定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Router 给引用进来 对吧 还要执行一下 OK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加一个Prefix 就加一个前缀 加一个前缀 因为我们的路由 它都是有个API User这样一个前缀的 所以说我们要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 就用Router Prefix 就可以加前缀 然后接下来 我们肯定是要创建路由 对吧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 注册路由 然后我们说过 它是用Post来做的 所以我们Router 叫Post Register 然后按照我们 Core的格式呢 Sync Ctx Next Ctx 好 这就是注册的路由 对吧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 叫什么 叫用户名 是否存在的 这样一个路由 也是Router Post 它是A Exist Ctx Next 好像少了个括号 好 最后我们要把这个路由 给它Export出去 对吧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忘记的 一句话 所以说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架子 搭起来 然后直接写上 好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路由 注册到这个APP的GS中 我们就根据之前的规则吧 叫User API Router 所以说我们每次建完这个路由文件之后 第一个记得把这个路由给Export出去 第二个记得立马把这个路由给注册上 要不然你洗完之后 有可能就会忘掉 特别是我这 在正在录视频 这个精力高度紧张 而且精力要分散到各个地方去 记得讲这个讲那个 所以说很容易就忘掉 Rose API User OK 那我们就把路由注册一下 OK 那注册路由的时候呢 还要重申一下 就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行的这个注册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404的路由注册 一定要放到最后面 要不然的话 它会把之前的接持到全是404 好 这样保存 保存这样路由应该就已经生效了 注册完之后就已经生效了 但生效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路由里面什么都没有写 所以说 那肯定是还不行 然后我们先做这个 用户名是否存在这个路由 相对于Root来说 稍微好做一点 所以我们先从容易的来开始 用户名是否存在 我们前端传入的是一个 UserName的这么一个 host data poster过来的数据 所以说我们 可以从poster数据怎么获取 这个UserName 这个参数 对吧 好 poster数据怎么获取 就是ctx.request.body 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 好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去 在这个地方啊 就应该去调用我们controller里面的东西 对吧 根据我们这个图 就是用逻辑全在controller里面 而且返输格式也在controller里面去调用 所以说我们的路由呢 只管什么呢 我们的路由只管这个路由的派发 以及这个参数的获取 路由的派发是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获取完参数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就调用这个controller就好了 直接调用controller 然后直接去返回就好了 其实最后呢 要ctx.body复制成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方法 直接这样返回就好了 当然要写一个wait 这是我们最终的期望 对吧 好 这个方法呢 就controller提供的 所以说我们这呢 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一个controller 我们现在还没有controller 对吧 我们就直接去创建一个 OK 创建完之后呢 controller们也有写一个user.js 这里面呢 就写我们的要务逻辑 对吧 好 按惯例 我们肯定得加一个注释 这个注释 建议大家不要忽略 就是一定要 把它自己做成你的肌肉记忆一样的东西 每次键位键都要加上 好 这是controller对吧 然后controller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 差不多 做一个 as exist 这样 然后它接收的参数呢 是user name 好 它是个eboot的 它为什么是个eboot呢 因为它肯定要设计到eboot处理 因为as exist的这个东西 要判断用户名是我存在 肯定要查询数据库 对吧 查询数据库呢 肯定是个eboot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sync 就是eboot函数 这个地方也要写一个注释 好 用户名是否存在 ok 这样的话就看着就知道很规整 对吧 然后最后也不要忘了 定义完之后 我们就立马给它输出 好 那controller里面呢 按照我们的逻辑 controller里面做一个 要务逻辑的处理 然后做返回 返回格式的统一 要务逻辑处理 反回要务逻辑的统一 要务逻辑处理 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controller里面 也不一定说每个都有要务逻辑 有些可能没有 有些可能没有 但是我这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as exist 它没有要务逻辑的处理 我们是不是这个 这一层就该忽略掉 我们直接去通过这个API层 去访问这个service层的 这里呢 我是不建议的 因为我们按照规范的分层呢 我们就做出规范的东西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规定 给强制一下 没有灰色地带 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所有东西 全部按照这个规范去执行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项目 在做的过程中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 不会有不产生一个弯路 或者说产生一些 越做越红色的现象 大家都按照这个规范来 不管你有没有要求逻辑处理 我这儿就假装有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给我返回就行 然后返回格式 你也是在这儿给我统一 不要把返回格式的统一 放在这个roost层里面 该是什么层就是什么层 该有什么层就有什么层 所以说这样的话 严格起来 规范起来 你这个项目持续下去之后 这个代码整个结构 就会比较规整 比较干净 这个架构呢 就会能持续好长时间 如果说你这儿这样也行 那儿也行 这样弄了很多灰色地带 就是大家没有任何一个 严格的标准说 这里怎么做 这样的话就会 团队之间协助的话 就会很多人 就会产生一个惰性心理 反正我这儿也没有 什么药物逻辑处理 但我就需要的时候 我就加这一层 不需要的时候 我就不要这一层 这样的话就乱了 写了写了很容易 这层就没了 很多药物逻辑处理 有可能就搬到 这个路由里面去了 这种事情我见了很多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 严格这些事情去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文档来说 比如说你有一个文件 你不写文档有关系 当然也没有关系 对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一定要写 包括每个方法 都要写文档 OK 我们这儿呢 我们写上 要逻辑处理 然后呢 统一返回格式 这儿要逻辑处理 其实暂时还没有啊 暂时还没有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调用什么呢 要调用一个 service层 我这儿用个复数啊 就这样吧 service层去获取数据啊 获取数据 因为我们的数据呢 是从service层来获取的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做数据处理 所以说这层呢 我们还是不能 给它返回什么东西啊 统一返回格式 等我们做完service层 这一层处理之后再说啊 这一块我们先留着 所以说我们 到这儿先挖个坑 对吧 到这儿又挖个坑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建一个service 好 service里面呢 我们还得建一个 叫user 叫js 大家不要嫌麻烦啊 不要嫌麻烦 这头 等到它做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非常清晰啊 其实有一句话啊 这我这句话我不知道 我之前说过没有 就是任何你看似麻烦的 一个加工设计 都是为了让这个项目 变得更简单 这句话是不是很矛盾 对吧 任何一个看似很麻烦的 加工设计 都是为了让这个项目 变得更简单 有个什么前提呢 就是这个项目 本身复杂度很高 这个本身很麻烦 对吧 本身很复杂 所以说你必须 有一层一层一层 规范好的 这个加工设计 大家都按了这个来 那这个复杂的项目 才能在这个规范之下 变得更简单 变得哪个模块 都更加清晰 然后这个调用关系 都更加清晰 然后我们开发人员 维护也比较清晰 所以说就更简单了 对吧 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叫unix 这个操作系统啊 unix操作系统 说就是这个unix 我帮我是他创始人 还是说 玩这个很牛的一个人 unix很简单 但是很少有人 能理解他这种简单 这句话 是我突然想起来的 反正我是一直记着了 就是感觉很有深意的一句话 到了设备层 到设备层 那我们首先要引用的 就是user这个模型 因为设备层 设备层它要操作数据 它要操作数据 数据处理 要用到这个sclash的模型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 之前定义的这个 之前定义的就用过来了 在这个db.model.index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也把这个user 给它引过来 对吧 user就是我们之前创建的模型 这个肯定是要用的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assign一个function 这也是一步的 因为接下来要做 数据库的处理 对吧 get the info 大家看一下 先把这个写完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写完 再说 说出去 然后参数呢 我们这儿是用了 获取user name和password OK 先把注释加上 获取用户信息 OK 先保存一下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叫get the info 获取用户信息 而且传了的user name和password 我们之前传的时候 一直传user name 对吧 我们没有传过password 那这儿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这儿是要有一个路由 叫as exist 去判断它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去调用这个controller里面 就是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exist方法 然后突然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其实用户名是不是存在 出现到数据操作里面去 出现到service层里面去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获取用户信息 对吧 我尝试通过用户名去 获取用户信息 看看用户信息能不能找到 找到之后就存在 找不到之后就不存在 那为什么这儿会有password呢 因为这个函数 可以和我们接下来的登录 共用一个 也就是说 我们获取用户名 我们判断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 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password 只不过我们不传就是了 对吧 然后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也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password 我们传过来就是 登录的时候 不就是说 根据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能找到用户 对吧 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说 我们这个controller层 和service层之间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包括roots和controller里面 它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虽然说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路由是exit 然后controller里面 有一个exit的方法 但它现在这两个 看似是这个 就是专门为这个服务的 对吧 但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service层里面 这guided info 是专门为这个exit服务的吗 并不是 它可能还会为登录来服务 所以说 这三层之间 并不是包括这个cat层 就这几层之间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一定是说 这有个东西 就需要这有一个 专门为它服务 然后后面也专门为它服务 它们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 都是要抽象 都是要那个 把自己该提供的东西 提供出来 然后让前一层去引用就好了 并不是说一个服务的关系 比如说 它并不是一个定制的关系 并不是说 我们这一层里面 必须为它单独定制的什么东西 而是这一层里面 我们提供出我们自己的能力 然后能把动作的需求就好了 至于怎么调用 你前面自己看着办 对吧 虽然说 这个路由层和这个controller层 看似是一对应的关系 但是我们再往后做了做了 就会发现 它们两个 其实也不是一对应的关系 就类似于这个 设备层和这个controller层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获取拥户信息 然后呢 把拥户信息返回 然后返回到这里 再返回到这里 最后呢 把这个请求给它返回出去 好 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小节 再继续来去讲这个事情